渣男范围加腹黑女王陈述 长安道双双颠覆形象 腾讯娱乐讯提起范围 大家想到的都是一个个憨厚 老是暖心的荧幕形象 熟料 在电影《长安道》中 两人却双双颠覆形象 暖男成了渣男 正气大女主成了腹黑女王 试验他妻子的陈述却及时插刀 称林白玉原本是一个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女王 遇到了丈夫万正刚之后 才被迫成为了腹黑王后 所以范围的角色绝对是渣男 玩笑过后导演坦言 人性的复杂正是自己想要表达的重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面对的黑洞 这部电影将黑洞展示出来 希望每个人都能直面黑洞 甚至敬畏他 告诉自己人生中不能够走错一步 否则将会万劫不复 更有业内人士感叹 这群电影人能够在寒冬下踏踏实实 拍出一部好电影实属不易 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